管人剑用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手上有没有枪自我打脸,论美国长老教会枪击案的原因及去人化Dihumanization现象,分享,6月15,2022,管人剑以韩粉为何认为自己被台湾人欺负了?在论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枪击案,否定美国枪支泛滥是死伤主因,但该文却出现一句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手上有没有枪自我打脸,而管人剑素来惯用狗,畜生等去人化言论,跟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在枪击案, 去人化,统一战线以政治学观点提到的去人化Dihumanization概念相近,难怪管人剑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见过很多周文伟,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手上有没有枪,管人剑这类以去人化Dihumanization手法谈论许多人,都值得我们来简单谈谈 图片说明,管人剑不认为耳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枪击案与美国枪支泛滥相关,但却自我打脸,管人剑在韩粉为何认为自己被台湾人欺负了? 一文举了许多例子,认定这些周文伟为何崇尚暴力,但其实根据台湾历史,族群屠杀向来是台湾人的天然成分,反而在现代民主台湾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屠杀,管人剑对台湾历史无知,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我就用台湾的眼睛民视节目来增广大家见闻 中央大学吴玄明教授在明世台湾学堂开课讨论客家族群迁徙过程,他谈到根据邱燕贵教授采路,宜兰的三山国王庙特别多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客家人到宜兰与当地原住民抗争,普遍以三山国王的独山国王作为玉帆五神来击退所谓的清帆,这样的防范需求凝聚敏客 这个信仰其实也反映族群冲突与杀戮,图片说明,明是播出元汉冲突的历史介绍,另一个反映元汉冲突的部分,则是在客家电视台制播的客家人有名堂,其第26集,天使夏凡来为辱,南洋堂,的介绍中,本名审为辱的为辱其堂号为南洋堂,其手写族谱一开始还有词谱由南洋祖词,而他们来自广东加印州,其族谱等于记载了当年他们从苗栗座传到花莲的历史 他们迁徙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的原住民会杀人,这两个电视台刚好介绍了曾经原住民与客家人的关系,应该是台湾人的尝试,但还是很多人无知,以前的原住民为何会杀人,其实很大原因是出于自卫 我多次提过,根据马街记载,许多台湾汉人认为吃原住民的人肉可以防范瘧疾,所以将其制作成翻高,胡氏父亲胡铁花到台湾还发现此一情形,清官府履禁不绝,到了日本殖民时代,还被骗刚言记载这种台湾风俗,真是恐怖到极点的台湾时人文化,简直变态到极点 因此,管仁建认为韩粉如何,其实是对历史无知,根本不晓得台湾族群冲突血腥的程度有多恐怖,但,为何台湾现在没有这些大屠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没有枪支泛滥问题,我提过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其实为何会发生枪击案,答案很简单,枪,台湾韩粉这么多却没杀人,我家附近就有一间长老教会教堂,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偏偏是美国,很多人却想不通或要赋予很多原因,这叫钻牛脚尖,有个准则叫奥坎剃刀 找一个最少假设就能直达答案的原则,在本案中,就是美国枪支泛滥,不然,为何美国的台桥也不过十几万人,那里台桥不过几百人,竟然发生案件,台湾2300万人这里却相安无事,这些评论人大概绝对不会明白,为何台湾的长老教会也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答案很简单,台湾没有枪支泛滥,就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也不会有这种事一样,几年前郑杰拿刀在捷运连续杀人,当年他二十几岁身强体壮,而这个在美国连续杀人的凶手,已经68岁,换句话说,就是枪,他才有可能这样杀人 还有前几年台湾司机一口气屠杀陆克24人及一名台籍导游,则是用火烧车,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枪,才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也因为枪,这种事只会在美国发生 话说回来,高级外省人管仁健虽然缺乏基本常识,但他一些话是正确的,管仁健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见过很多周文伟,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手上有没有枪 根据内华大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在枪击案,去人化,统一战线的看法,王宏恩就认为周文伟的许多言论就是去人化 以用会使用去人化 词汇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确实很多周文伟,就像李小枫介绍台湾人骂日本人是狗,骂中国人是猪,包含李小枫他自己也把郭冠英痛骂为之那狂犬,乃至太阳花学运的某些学生满口之那见处 明显都是与周文伟一样使用去人化Dehumanization词汇,又如高级外省人管仁健,他在国民党养出来的狗导演用去人化Dehumanization词汇把刘家昌当成狗 管仁健又在赵少康怎样对外省老人吹狗哨,把外省老人当成狗,管仁健还在那时当医生,那时你是党国畜生吧 把柯文哲当成畜生,都是满满的运用去人化Dehumanization词汇 我本来不觉得这种词汇非常严重,但或许是我没有研究政治学的关系才不知台湾文化的恐怖 尤其管仁健的水准就是小S该保养的是脑部,而非音部的吊吊 但我们经过王洪恩大作在教育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见过很多周文伟真的是台湾文化的一环 综上,台湾没有发生族群大屠杀,原因就是大家没有枪 即使反对这个说理的管仁健终就也说出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手上有没有枪的话,而台湾普遍存在去人化Dehumanization词汇去把人当成狗,畜生的人,倒是值得我们永远的警醒 Blackjack 2022年